嘉宾啊 张会长各位嘉宾还有那个在线的各位听众啊 大家啊 在美国的是晚上好啊 在中国的是上午好啊 那我们今天呢 啊 是做一个全球绿色发展联盟的啊 一个一个啊 在线的一个webner啊 主题是啊 AI在能源中的应用 那我们啊 请了啊 四位嘉宾 然后啊 有啊 我跟陈凯佩两个组织人 然后一开始是由张会长来介绍一下 我们协会的最近的一些活动 还有我们协会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今天这个AI for Energy呢 这个主题啊 我们邀请的嘉宾都是在工业界中啊 都有实际的这个经历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就不仅仅就不是侧重于学术研究 而是侧重于这个AI啊 怎么样落地啊 怎么跟实际的产业相结合啊 那啊 接下来就由张晓峰会长啊 来啊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协会的一些情况啊 以及最近的一些活动啊 有请张会长 哎大家好啊 我是张晓峰啊 全球绿色发展联盟的会长啊 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啊 推出了健康世界绿色发展 第75期的讲座 跟大家见面 这一期呢 是这个就是AI for Energy 就是人工智能哈 在电力能源方面的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大家都知道哈 就是Charles GPT出来之后呢 很多工作哈 人工智能就可以 做一些基本工作 有的甚至可以取代一部分工作哈 这个给减少劳动力哈 增加效率哈 应该是很好的一个 但是呢 也可能就是 大家得考虑你的将来的职业发展呢 然后当也有一些 他的这个瓶颈哈 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呢 我们非常的高兴哈 今天请来了四位嘉宾哈 有这个后起新秀哈 专门搞这个太阳能 这个这个项目哈 怎么用人工智能来来进行操作哈 能够进行这种工作 也有呢 很多这个创业的这个嘉宾哈 他已经是第二次哈 搞这个公司哈 也有这个电力能源 还资深的这个专家 还有呢 就是在交通啊方面的这个 这个青年学者哈 因此呢 我非常的高兴给大家讲一下呢 这个健康世界绿色发展这个讲座哈 我们是2020年到现在哈 就是疫情之中 大家呢 都是只能在家里了 因此呢 我们跟中美健康峰会哈 浙江商会等等哈 联合起来搞的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呢 现在是75期哈 当我首先呢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全球绿色发展联盟 全球绿色发展联盟呢 我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主要是联合起来 用更清洁的能源 更好的医疗保健 和更健康的环境 来重塑实践 我们呢 是在美国加州注册的 501C3的一个非应力机构哈 在美国旧金山湾区 也就是美国的硅谷 呃 我们这个机构呢 就是主要是有几个主要的方面哈 呃 大家都知道哈 气候变化对这个全球的影响都非常大 因此呢 这个绿色的能源哈 低碳等等 呃 对抗气候变化 还有呢 这个医疗保健呢 跟每个人都是切身利益都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呢 我们就跟 最开始跟中北健康峰会呢 一起合作哈 现在也跟这个硅谷本地的 其他的这个医疗保健的专家一起 呃 因此呢 我们在这几个领域方面呢 就是说是我们的长项哈 这个我们这个机构呢 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是科学教育和慈善工艺 呃 我们的宗旨哈 就是说联合大家联合起来哈 我们一个机构搞不搞得成搞不成 我们要联合很多机构 一个人搞不搞得成也不行哈 因此呢 我们要团结和大家联合起来哈 在这几个领域呢 一起工作 我们就要有意改善环境健康啊 呃 和此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学术界工业界的 呃 专家和企业或者是非盈利机构一起合作 呃 当看这个历史呢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成员呢 都是很多年在参与这个活动哈 当你从联合国哈 就20提出了2050这个 呃 低碳哈 碳中和的这个目标 呃 然后呢 你看到各个领域哈 像工业啊 像这个能源呢 那个transportation呢 农业啊 商业啊 等等哈 每一个部门哈 这个排碳的任务呢 都是非常的重哈 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呃 就在这个完成这个低碳哈 2050美国的这个目标哈 也是联合国的这个目标啊 呃 美国呢 这边是最近有一个计划 就是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哈 他是要用比较大的经费哈 369个billion 呃 做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 呃 像在California呢 就说更加激进哈 他说我们要2045年就达到这个减碳的这个目标 呃 还有呢 在美国的很多这个大型的公司哈 呃 他们呢 就说联合起来 我们要在 达到碳中和呢 是2040哈 更加的激进 当这个为主的是亚马逊呢 呃 还有这个微软呢 呃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公司哈 现在有376家大型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呃 当然像我们亲身参与的一些活动呢 从太阳能开始哈 大概 2011年哈 我们就在参加这个太阳能的这个行业 呃 那当时呢是这个呃 胡锦涛还是主席哈 到美国访问 呃 有一个在华盛顿DC呢 有一个呃 高高层的这个清洁能源的会谈哈 我们呢也都参加了 呃 当时呢是这个张国宝是能源部长哈 朱立文是这个呃 美国的那个能源部部长 当时呢 中国是那个时定环参事哈 他带领的可再生能源哈 到美国来进行国际合作 呃 当美国的各个大公司呢 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的风起云涌哈 我们刚才看到哈 你看美国的大公司有苹果哈 和这个呃 亚马逊 他们是排名在在美国这个太阳能 那这个呃 大工业用用户上边哈是做的最好的 你可以看到这些排名哈 我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数哈 苹果公司呢是排名第一 他已经说他实现了碳中和了 而且他的产业链 嗯 每个地方哈只要用能源的他都要在那个地方呢去呃 或者购买或者是那个安装哈这个清洁能源 你就保证呢他使用的能源哈都是这个清洁的呃没有就低碳的这种样子 嗯 然后呢再谈一下我们这个机构哈 就说我们主要是要做些什么事哈 我们总结了一下呢 我们就说有三件事情 呃 我们是跟这个高端的一些领导人啊 各个呃 那个行业的这个呃 大佬哈一起呢来培养这个青年一代 我们第一件事呢就是战略对话和国际会议哈 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讲座哈 相信呢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75期了是吧 然后呢我们搞一些那个大型的会议 嗯 例如我们在成都搞的那个 嗯 绿色低碳的那个那个碳中和的那种会议哈 都是很多院士大概有八个院士哈 就是说各个行业的人一起来参加 嗯 然后我们主要的第二个事呢就是领袖发展 就是我们要培养这个青年人 嗯 让他们呢在那个 呃健康领域和能源领域呢能够得到发展 而因此呢我们有一个Yung Professional的Program 呃就是让这个青年人当时指的大学生以上的哈 呃 大学本科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甚至那个工作的这个青年人哈一起 然后作为志愿者或者intership这种形式哈 啊 啊 然后呢同时就是给他们制造很多很多的机会 呃最后一个呢就是全球智库和创新交流的平台哈 我们呢是希望各个行业我们除了开会我们除了培养青年人 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做一些项目哈呃这个呢就是各种平台和很多具体的这个我现在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再更多的讲一讲哈就是说呃第一点哈战略对话和国际会议呃我们呢到现在是呃75期的这个讲座哈呃有好多合伴方呃这些呢就是选了一些这个立体哈有这个呃像这个美国Berkeley的这个教授哈哈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是早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AI for energy哈当时是economy recovery就是刚刚在这个疫情中间哈我们是呃组织了一个讲座这个是2020年的时候哈当时怎么用这个人工智能哈帮助这个经济的回溯 呃然后呢也有这个energy efficiency哈是斯坦福教授啊那个著名教授哈哈金斯维尼 还有呢我们的合作伙伴哈中国律发会哈还有这个华北电力大学哈等等的专家 呃而且今年呢我们请这个斯坦福的这个亚太呃那个技术中心的主任哈还有这个Berkeley的这个中心主任哈他们联合搞的是那个world energy decarbonization pathway就是能源这个去团的这个路径哈他们是参加了联合国那个报告的那个那个书写哈然后呢在这些高校里面都是就是非常有经验的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低碳的这个路径 当然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哈我们来搞例如哈那个加州哈2020紧急停电了 然后我们请的各个嘉宾哈有太平洋电力煤气啊加州的这个呃能能源那个部哈 然后呢还有很多专家哈搞了两次这个加州紧急停电的这个啊当巴黎协议那个那个以后哈我们又专门讲这个巴黎协议重返和这个能源转型哈 嗯还有呢德克萨斯的这个冰雪哈出来之后哈我们又请的 艾卓批这个呃主席哈就是PS的主席辩建华博士哈还有这个德州的这个呃这个教授哈一起来讲这个德州这个冰雪停电哈 和这个气候变化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讲各种能源哈我们除了气能源哈大家知道的火电哈风电等等 但是还有一个核电哈核电呢也是一个非常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像在加州呢现在这个核电厂本来是要叫关掉哈就是因为说可再生能源太多了我们核电就关掉了 但是呢后来好多这个各种各样的讨论和政策 最后呢加州的现有的核电保留了嗯然后呢还推出这个小围堆哈就是在核电上面我而且李军博士啊还有这个嗯突破能源的这个许博士哈都是讲得非常的好我们每一个讲座呢我们都有一个回顾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就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哈这是2021年哈在成都举行的嗯这次会议呢就是我们 呃请了很多这个重量级的嘉宾哈美国的和中国的还有这个呃德国的哈还有香港的各个地方哈 啊当也有国内的高校哈哈有清华大学啊浙江大学啊呃等等哈就是呃当时呢他们说啊你怎么有八个院士哈喊大家都都喜欢就说这个情务很好哈都喜欢到到这里来还包括这个ITROPE呢这个主席哈都都参加了呃因此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做的第二件事情哈除了会议哈和这个讲座之外呢我们这个叫领袖发展啊就是创建各种的计划哈 哈我们呢就成立了一个这个青年部Yung Professional从2021年成立哈我们到现在呢已经进行了三年的年度的这个论坛大家可以看到前边的第一个就是2021年哈啊你看到我那个Edward哈我们的这个青年的主持人哈当时2021年就是参加这个青年论坛呃就是我们请的一些重要的嘉宾然后呢还有这个呃我们在国内或者各个国家的 这个这个这个青年人哈来来来来讨论嗯然后22年呢我们是请的这个崔毅教授哈斯坦福大学的给大家讲一下他除了搞学术他也搞创业嗯然后呢还请了两个创业的这个呃有经验的哈就是来给大家介绍剩下的呢青年人讨论这个将来哈怎么进行创业嗯 嗯我们再讲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谁哈我们是有些什么人组成的呃可以看到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顾问的团队这个顾问团队呢是就说有这个美国柏克里大学的院士啊也有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教授哈 也有这个HP的这个呃PS的这个主席啊还有斯坦福的教授啊还有投资公司哈等等呃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理事会啊还有我们的团队啊还有我们的青年人哈呃因此呢我们呢最后是希望听讲座的朋友哈愿意参加呢我们都欢迎哈 我们呢也有一个表格哈就是欢迎大家参加你不管用什么形式哈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哈你愿意时间多呢就多做一点时间少呢就少做一点反正我们共同的目标哈啊就是说让这个世界呢变得更加清洁哈更好更加健康哈更好的环境好谢谢大家好的那啊感谢张会长的这个呃介绍啊如果呃宣伤的呃听众们对我们的这个协会 会有兴趣或者有这个合作的意想或者想了解美国这边的情况啊或者国内的情况都可以跟张会长联系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主题演讲环节那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啊吴燕成博士他是呃美国加州大学而弯分校呃机械工程系的博士那呃后来回国创立了这个视觉动力啊这个橱创公司那我们有请这个呃吴博士来介绍一下呃他们公司的一些情况以及 这个这个AI在他们公司如何应用的一些介绍啊啊欢迎吴博士嗯好的好的感谢各位嘉宾啊感谢张会长呃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我们作为这个初创行业啊在这个能源领域的一些应用啊主要是这个方面让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那么我们呃视觉动力呢是从事于新能源的 这个智能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智能化那么我们运用AI技术运用这个仿真啊这个激励模型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算法啊来把这个呃为这个行业降本增效啊加速能源的落地啊以及整个项目的开发呃那么过去呢我们现在是以光伏为立足点 然后我们未来还要向这个储能啊方向去发展电池包括这个轻能储能等等那么呃我今天的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光伏行业啊已经落地的已经进行了很多探索的一些技术啊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呃开发设计啊一些痛点和要点 另一个是能源管理第三电力交易第四就是数字软身那么在开发设计这块也就是我们光伏行业下游啊围绕着项目来展开的一系列的这种啊这个这种这个行业一些操作那么在开发设计过程中呢呃首先是前期的资源分析啊 啊包括这个阴影的遮挡啊它能组建的这个布置排布啊然后呢组串的一些方案啊啊那么是要生成人要手画这个工程的施工图纸啊一些这个过程呢会容易出错然后问题很多设计的过程呢时长是非常长的啊那么导致的投资成本就很高啊很多项目它受益率有偏低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在能源管理这块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分布式光伏已经逐渐占据了 光伏市场的这个大头啊是一个中流抵入了那么在这个层面呢呃分布式光伏它往往比较散比较碎那么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呃管理的过程其实是呃高度依赖人工的经验的啊没有办法去这个自动化的智能化的协调发电复合于储能之间的关系啊导致这个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那么在电力交易方面呢现在国内也有很多的这些啊试点 包括比如在山东啊整个这个电力现货的交易啊这个这个日内的日前的那么啊这个呃这个浙江啊也有这个绿电交易啊都在陆续的试点和开放当中那么电力交易未来呢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啊未来也希望有能够参与的机会那么电交易遇到很多问题啊就是说嗯大家是根据这个区域啊整个交易的这个区域要根据天气来判断 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出力和发电的这个状况那么现在目前呢是高度依赖一个卫星的数据啊实测的实测的融合预测的数据是很少的那么这个过程导致呢整个的区域发电啊这个效率是比较低功率预测能力比较弱对于市场整体的价格判断能力是不足的啊那么第四点在数字软身这个方面那么现在呢分布式光谷电站啊是极其缺少一套数字化身份的那么它没有办法 为这个电站建立完整的数字化一体化的档案啊所以它就并不利于后期的无论是电站运维还是功率预测啊能源的这个综合的管理还是说未来这个电站比如说要进行这个出售啊这种资产的处置啊那么这种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希望来聊的呢是我们啊社会动力在光复AI设计这个领域啊为我们国内的这个用户行业带来的这些 价值那么就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方面的痛点是什么就是三个字总结贵难慢啊那么主要目前我们的客户呢是这个项目的甲方哎业主啊资方开发商那么还有我们服务的乙方呢是这个电力设券啊EPC啊这些这个光复总包方等等那么甲方呢就是对于项目业主开发上来说他要做这个分布式啊或者是屋顶的这种光复或者是车盆对吧 那么他需要无法他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对项目进行合理化的这个分析那就没有办法进行项目投资决策这个能力就很弱第二个呢是响应速度比较慢啊就是出一版方案来说呢现在前期是有找一个电力设券哎这个工程师比如说做呃十几天啊二十天哎能出一个收益率较好的一个方案那么这过程其实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其他的就是没有办法多次进行这个方案的调整啊这块呢 那因为大家出一版方案来说如果不满意那么从头再来那么大家知道光复设计啊是有多个专业多个部门来协作完成的那么是从光资源专业哎电器一次二次土建哎精平盖算最后生成完整的项目方案和图纸计算书等等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只是一个流水线的作业的过程那么一旦方案如果说呃不理想或者不完整那么整个流水线要重来所以整个的时间 金钱投入是比较多的另外一方面是在乙方那么随着这个国内光伏这个价格的不断的走低也就是说我们单瓦造价也好还是说这个硬件的设备就是组件离变器的价格不断的走低因为第一个是产业规模的这个这个已经上去了另外不断的这个碳中和这个政策下啊大家所有的企业都愿意去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去所以导致的越来越玩家的这个加入啊就导致这个 这个市场呢变得可能有些呃比较饱和甚至有点卷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下呢呃项目的成本硬件成本逐渐走低那么软性成本呢它是大部分是由人工这个这个成本来决定的那这个价格是比较难去往下扶的但是按照这个市场逻辑来说当硬件价格走低的时候这个那么软性的收入软性的这个成本是一定也要往下走的那么就导致电视设券或者工程师的这个赚钱会越来越困难 啊那么设计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啊呃多专业配合的繁复的人工作业那么整个周期是很漫长的从前期的框算啊我们项目的投资这个项目建议书到这个中期的可研出设到最后的这个项目的设计施工图这个过程中的全部是要多专业工程师来做那么这个过程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方案的大量的这个比选因为做一般方案可能就时间很漫长啊那么我们就别说多个方案 这个进行优化的这个对比了那么所以在另一方面就是在作业过程中呢各环节呢都高度依赖第三方的工具而大部分呢对国内来说就是依赖这个海外的一些哎这种这个软件啊平台来来做这个设计那无论是从光资源气象从米特诺尔摩斯托这两家公司还是说发电量仿真就PVSYS这家瑞士公司来说这过程当中呢国产和自主化的能力都很弱啊那么呃我 这里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分布市市场的一个规模那么过去从06年开始就是我国这个做这个呃从呃新能源的呃发展建设初期开始到现在啊已经是相对成熟那么呃呃呃分布市逐渐成为了这个光伏行业增长的一个呃呃这么一个主要的引擎那么呃从历史数据来看那么呃呃这个 去年装了大概有这个八十几级瓦啊啊那么是2020年首次呃分布市光伏装机超过了机重室去年大概占到了分布市五十一级瓦的铁量那么今年的国安能源局的统计来说从今年这个半年啊就是大概七月份的时候的数据已经半年就装了大概七十八级瓦啊就快赶上去年一年的装机量那么也就是说今年大概到年底啊大家会很乐观的 就是说看到有160几瓦的这个装机啊140到160几瓦的装机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快速高速的一个增长区间那么呃呃呃这个市场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那么华为呢在这个20呃呃这个这个这个22年的时候啊就是大概十月份发布了一个叫零碳限域分布市发展的一个白皮书啊那么因为它的一块重要的板块呢就是这个逆变器啊的这个这个业务 那么在这个白皮书中提到呢20整个的这个呃呃我国的这个分布市啊就是光伏的装机潜力大概是1500几瓦左右啊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一二级市场啊包括第三方的这个咨询机构呢他们呃呃包括一些证券公司一些资本市场他们给出了一些行业啊报告哎包括了比如说新增的这个屋顶以及这个可加固的这些这个屋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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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加固啊那么总体量大概是 三千一百多计吧啊那至少比这个华为这数翻了一倍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市场的静态这个投资造价去算现在是三块五比如四块钱一瓦哎那么我们看整个分布市场大概是这个要投入的是十二点四万亿啊那么实用市场咨询的这个市场规模大概是大概六千多亿左右那么占因为这个咨询和这个设计啊大概占到整个静态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到五百分之五左右啊那么所以 分布市会未来成为中国光伏增长的主要的引擎啊那么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呢从这个我这个团队呢包括我本人从美国加州啊回来回到国内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大概是从18年开始做的那这回国这段时间呢我们已经陆续完成了两轮的融资啊我们天使轮是国内的这个头部Top3的早期机构 显分K2VC那么我们在这个Prelin是上海的一家专门托SaaS行业的这个资方叫云起资本啊都是行业内非常有名的资方那么我们的这两年呢也做了很多的产品的探索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推出了啊全国光资源图谱数据服务平台那么这是唯一的国内的现在公里能做到公里级别的数据图谱服务平台啊我们有五套图谱从总辐射 法项直射还有这个水平面总散射啊这些层面啊以及我们可以精确到现在乡镇的四级行政区化啊逐渐摆脱这个呃国外的数据依赖啊那么过去呢是呃无论是这个国内还是国外做光复的开发呢基本上来说在数据层面都是这个主要是采购两家欧洲公司的数据服务啊一家是这个索华克的这个SolarGs另外一家是 瑞士的这个Mintenorm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这个国内完全自主独立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平台的服务啊也是可以和他们对标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集中式光复层面呢也跟一些这种大型的这个电力呃投资开发企业啊进行诸多的这个合作我们也开发了一些宏观前期的项目宏观选址平台啊那么对于集中式光复和分店啊我们还和这个国内投入的这个 这个分立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啊精分科技啊来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合作啊我们一起共建了这么一个分光宏观这么资源卷址平台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根据地形啊这个一些这些这个呃所所在的位置啊快速的进行资源的筛查啊哪些地块啊可以进行光复的这个分店的这个排布有一些这个红线等等那么呃这个如果说在 在一个山丘上面进行光复设计的话根据这个坡面坡向哎这些因素啊快速进行装机量的这个筛查和计算啊大大省去了人工过去要这个去项目现场勘查哎这个进行大量的这种地形图的设计的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推出的主打的产品是一个纯SARS的这么一个AI加SARS的服务啊叫这个SolarSketch啊这么一个产品平台 我们是专为分布式光复来开发设计的是国内首个啊分布式光复AI设计平台那么我们可以一键生成云端的这个呃分布式电站的数字轮身的模型可以帮助前期的设计师哎实现整个项目从这个项目收收资哎到最后出这个报告出图纸出这个大量的计算书啊包括经济收益这块我们也能够完全的覆盖啊 啊那么整个把这个电站呢给它模型仿真建出来啊做成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呃这个这个这个用户侧的一个系统未来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项目光复项目的这个呃后期运维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们呢在这个整线呃光复政策的这个呃这个这个呃这个影响之下吧也就是说呃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探索啊和地方的一些这种呃政策这种 制定的这个这个呃这种一些机构啊那么我们做了一些叫整线呃光复建模仿真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针对一个线比如说有九千上万个房屋呃快速的进行这个3D模型的这个生成然后把这个它能组件呃然后它的这个装机量收益率啊以及这些阴影啊遮挡啊房屋性质快速进行这个筛查评估然后呢为这个我们这个呃这个这个开发商呃找出优质的物理资源 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呢主要介绍我们用AI技术啊对于这个光复行业的一个尤其是前期开发设计的啊这么一个助力和赋能那么就是我们SourceSketch这个云端的光复AI设计仿真平台那么有四大的优势啊第一是我们独创的建模引擎啊这块呢我们是一个web端的一个一个整个的框架啊我们不需要下载不需要安装啊所有的都是 浏览器打开直接可以使用哎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算力呢都在都在云端啊也就是说我们摆脱了之前像单机软件高度依赖计算机的这个运算的性能硬件的一些限制我们把所有的大算力都放在云上面去然后呢在前端只需要一个操作可视化的界面哎就可以让用户进行电站的设计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独创的智能算法啊这块呢是我在这个光复行业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学术期间大概六七年的时间哎自己开发了一套这个新一代理论体系框架啊这块我们是对标的那个瑞士的PVSYS这个全球光复标杆的仿真软件来开发的那么我们是呃这个他是第一代这光复仿真模型我们是次世代的这个第二代模型啊无论是在这个算法的这个层面啊包括这个数据的仿真精度还是说我们最后仿真的结果方面都是最优的 而且是针对了国内的这个一套完整的电力体系和系统 来进行的建立了一套啊这么一套模型那么第三呢就是设计完全的自动化就是过去的工程师需要人的手工去画图啊要人要手工去做大量的计算用四五款软件不同的算包括这个受力分析哎分压血压哎还有这个电气一次二次哎开关包括短路哎这些防雷的这些这些计算那么我们呢现在全部都是用AI啊来去实现这个过程那么最后呢就是一套 完整的用户侧的这么一套这个模型那么我们这个Source Sketch有六大模块第一大模块是光场电气模块那么我们自研的电气一二次系统的智能化设计这个系统呢主要是可以覆盖全场景的啊这个电力全专业的设计内容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分布式现在的一个电气系统的接入特性就是400伏6000伏10000伏35000伏的这种多电压等级并网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厂区圆区内啊实现多点分散式的一个并网啊都可以然后呢快速的实现这种这个复杂调度的这种需求啊然后能够建立用户侧的完整的这个呃模型我们设备库呢大到边压器啊高压柜小到每一根电缆截面级线性型号然后呢以及它的长度啊然后多几百种这种高低压设备我们都有我们平台呢现在有有大概 在光伏组件方面有500款主流的组件然后呢是国内八大的这个主流的光伏组件厂已经都入住平台了啊另外呢我们有130款啊主流的组串逆变器啊因为分布式基本上组串为主嘛那么组串逆变器然后呢国内基本上这个这个排名前十的这些这个这个逆变器的厂商啊也都已经入住了他们设备在平台上都有啊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自动完成30多项电器的 专专业计算那无需再去借助其他的这个分析软件去做计算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的效果图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一个外部端这么一个界面哎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房屋呢它这个高度轮廓以及上面的这个这个遮挡的建筑物哎不是这个这个障碍物啊啊比如说空调机哎比如电梯间哎排风管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把它实现这个3D的模型的拉伸建模哎我们的精度是到毫米级别的精度啊因为 工业领域的这种这个这个CEDC的软件呢必须是要到毫米级别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组件的排布组串方案啊包括逆变器摆放的位置啊包括厂区电缆和设备的连接这块全部都是由这个AI啊加工程师全部独立完成的啊那么这块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所有的设备电器的这个怎么样去布置这个设备能够让电能损耗最低能够让项目的这个设备的投资 最小啊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过去呢人呢要做大样的工作比如说哎他能组建的间距的排布朝向倾角阴影的这个规避安全距离人们人要画图对吧天气的分析那么现在完全不用全部都是智能的算法哎我们来一键完成这些所有的操作那么大家看到这张图呢就是是以前电力设计院很多这个工程师啊他需要去手画我们叫电器主界线图 哎包括下面的这个组件到逆变器到汇流箱到这个bass bar上这个变压器哎到最后的开闭站到并网柜这一切的所有的系统呢全部都是人以前要来一个一个去计算他的参数哎比如电缆用多大的这个这个这个电缆哎型号节面线星辐射系数那么包括这个灌断器哎那么现在呢全部只要下面去这个工程师在我们平台上面做选择体选上面选什么样的设备那么所有的参数计算啊 全部都是由机器自动完成的啊也就是说工程师不用人再去画图了真正告别这个CAD画图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现在全部是由机器来生成这些图纸所有的计算都是用这个后端的算法来去实现的把这个机器的那么呃过去呢在这个人工啊做设备选型的大概N个小时手工计算加设备选型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1.5分钟的在云上大的这个算力啊大概是10万种解决方案在40毫秒内就完成这个 整个光伏厂区的智能设备的这么一个排布和设计啊这是一个这个一个非常大的质的突破啊那么在发电仿真这个模块呢我们对标国际的光伏发电仿真软件PVSYS我们高效的这个呃模拟电站25年就全生命周期的发电量我们的这个发电的这个精度呢仿真精度是小时级别的精度啊这跟PVSYS一致的那么我们和PVSYS误差呢大概是1%左右啊那么呃我们完整实现了 啊辅照端直流端到交流端的整个的这个光伏这个场站的哎这么一个损耗的计算电量损耗计算那么我们可以准确的模拟这个用户的包括用户可以上传这个电价电费对吧我们准确的这个模拟他的这个呃自发自用的这么一个比例然后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储能的这个系统大小啊那么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可以选这个有一个代表年这个作为一个天气数据员来进行仿真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 可以进行看他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发电量就是交流测直流测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啊然后以及呢整个这个系统啊整个这个系统大家看到就是右侧啊就是呃我们这个一年八千七百六十个小时里边啊那么我们的功率发电功率区间的一个分布这个是也是我们啊这个这个这个去呃把它全部统计计算出来的啊这个用户做一个直观化的一个呈现来看他这个系统设计的是否能够 呃最优啊那么包括这个呃在系统损耗方面我们从这个扶照啊直流交流测的这个所有的损耗都是小时级别精度累加起来的啊包括全全部生命周期25年那么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系统于最优的朝阳清角的损耗远方阴影的损失比如地平线的遮挡对吧有山啊有山脉这些那么组件的这个灰尘遮挡啊有效的扶照的损失温度的损耗光置衰减组件的这个连接损耗 直流线损逆边气损损耗和这个呃互惠流香深压系统啊最后这个呃不可利用率对吧全部都是小时精度去进行这个仿真然后把它统计出来啊这个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呃我们可以计真这个非常精确计算任意这个位置啊就精美度坐标下的这个呃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的啊太阳高度角方位角 因为这个对于光伏系统反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太阳的这个位置啊高度角方位角那么我们可以去准确的计算这个太阳哎此时此刻对于这个组件光伏系统啊他这个发电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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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射角的这么一个损耗那么这块呢我们当时是这个开发的精度啊是和真实太阳位置正负0.003度的一个差啊那么呃在土建设计模块呢这是我们做光伏系统啊也是需要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那么做完了电气 现在我们要做支架支架的话就是涉及到土建那我们这块呃我们可以完全统计这个土建这模块的所有的工程量包括领条立柱斜梁斜称哎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钢材啊包括铝合金的一些导轨夹具啊那么包括这个混凝土的量土方量开挖的包括一些电缆的这种填埋我们全部都是可以自动的把这个所有的工程量全部统计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视为不容的场景啊就是分布式呢 就是比如屋顶地面啊水面比如说有些余光互补啊浓光互补的一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包括车盆啊都可以去完美的去适配啊这个设计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右侧呢就是快速的进行这个呃比如说支架系统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有庞大的一个钢材裤啊我们有这个导轨家具然后呢这个的这个裤包括这个圆缸U型U型缸Z型缸脚缸啊这所有的这个钢材的这些这个系统的这个参数 市面上有的这些设备我们都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呃统计然后呢选择这个不同的形材之后啊右边这个图会自动的哎根据他计算他的这个受力然后呢推荐最优的方案出来会自动渲染出来然后呢在左边的这个呃三维的这个影像下会把支架的整个这个模型呢都给他哎给他渲染设计出来用户直接可以看到啊那么我们最后呢算完了所有的这个项目的设计这个这个方案啊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盖算和精品 那么我们要计算这个项目他的整个的项目的呃这个投资啊是这个每一个设备的这个价格包括人力成本啊包括整个的这个项目设计啊监理啊这些所有的费用啊那么就是盖算过快那么过去呢我们是要用大量的这个人呃人工去用XL或用专业的这种盖算软件啊比如说莫连能广联达这种的那么去去算那么我们现在呢全部都是用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一战式的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啊这个盖算全部都统计出来那么在经济评估方面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国内的这个行业标准规范来制定的那么可以自动完成这个精品分析财务报表啊符合所有的国标的要求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右边的就是我们的盖算啊我们可以精确的就统计整个的设备的安装的工程盖算建筑工程盖算项目其他费用啊项目总工程量和主要经济指标这这个这个 这个五项的大表以前呢是人呢要把这个电器啊土建工程师要把这个东西填好收集好然后呢给到我们我们叫寄金的这个同事啊他来去做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项目的入入啊设备的这个造价啊这方面的入入那么一行一行去输可能有几百行的人就会累死基本上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由啊机器前面设计好后面这些这个这个库呢自动会去填写好包括我们大概 每周呢会更新我们这个呃就是行业的这个价格啊一个一个标准的一个价格平均价格包括组件逸电器支架哎这些我们都会去这个实时的更新我们这个设备的这个造价库哎任务呢如果不行的话他这个上面可以自己手动改改完以后直接点计算所有的几张表的内容全部都会自动更新哎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左边呢是我们这精品模块就是算完了盖算算多少钱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要去算这个项目的收益率哎投资回本周期是什么 什么样的那么我们有12张大表包括那个财务现金流哎项目的这个负债啊资产负债表包括总共主要的这个项目经济指标哎比如说资本金的收益等等我们很快的哎有12张大表都可以把这个根据25年的这个时间用户也可以有自己的呃上传自己的这个财务模型啊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财务的分析给申请出来然后点击保存啊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一个模块是我们叫图纸报告模块哎这块我们是可以完成完整的生成整个我们可言出涉阶段来的所有的这个呃这个这个文所需要的文件啊那么无论是拿这个图条或者是批复方案或接入方案完全用这个呃生成就足够了啊那么我们呢可以生成这个十张图纸啊比如说厂区平面图布纸图哎厂区的干线接线图哎包括电器主接线哎 哎包括这个电器一次二次的光伏的这个系统的这种这个这个这种支架图哎我们全部都包括这开B站的我们都可以生成那么我们在这个这个计算书呢也是所有的Excel啊你只要把钱那么这个做设计那么所有的Excel的计算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自动来生成啊您直接在这边下载就可以了比如说全场的动力电缆以前人的去做拍电缆一个一个组串道地变器是这是全都是人来拍这个数字 因为没有办法统计可能几个厂房有几百个组串道地变器的位置那基本上人就会算死那么这个数如果算的不准呢电缆的数量就不准那么概算就不准最后项目的收益率就算不准但是我们现在用最优化的方法去做可以大量去节省这种这种这个设备这个无必要的这种开支然后降低整个项目的工程造价以及提高收益率所以这块所有的计算书包括直流计算书UPS计算书工程这个概算经济财务表 全部都是自动会生成包括我们可以生成大概200页的可行研究报告叫可研报告这块有九大章节也是根据这个国标发改委的这些这个标准规范来制定的那么以前的人要去手编手要写这些东西是参数要填然后图纸里面的这个报表就人都要插入那现在呢我们全都不需要了这个所有这个内容全部由机器来生成所有的这个参数啊 什么表格什么动态的这些内容包括一些文字啊我们都可以就连机器来生成了那基本上人工拿来去最后改一改基本上就可以去直接这个提交这个给业主啊或者是这个EBC提交方案了很快啊那么总综上所述啊就是过去的解决方案呢是要六大专业的工程师比如说这个光资源总图电器土建盖算精品啊有14天的时间或者是可能更长要改方案可能就到三周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平台呢一个设计工程师加我们这个AI设计平台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就可以生成几百页可言报告啊设计图纸还有计算书啊一键可以下载生成那么可以大大提高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设计的效率啊那么提高增这个这个让这个项目落地啊变得更快捷更方便啊那么我们呢和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横向的对比啊就是我们一些有的这样一些这个 一些功能吧大家是有些企业是没有的那这块我就快速可以过一下啊包括我们在人力成本上面呢我们基本上是就一个人别人都是没有优化或者是六七个人那么时间成本上我们也大大的这个这个相当于增加了这个这个这个不必要的这种就是大概降低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这个时间上的一些投入啊那么我们包括所有的专业啊电器土建总图基金还是整个的这个光资源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去 很快的去把这个呃这个内容都生成好啊其他的工具只能解决部分的问题啊那么等等吧呃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灵泰县域这个云端智能规划运为的方案我们这块也有很多一些构想现在正在一些和一些企业的正在联合实施啊那么我们呢运用我们在光场这个光伏设计这块的一些啊仿真的系统啊加上我们符照的信息的输入 就是比如说未来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光照的浮照啊比如48小时啊72小时内比如每15分钟的呃浮照多少温度分速对吧压强呃我们这有这些数据作为输入然后包括我们套入到我们现有的这种呃这个这个呃光场的电器呃模型当中去来就可以精准的计算就是每一个设备在未来的它的电流电压功率呃的大小然后以及这个整个光伏电站的出力 那么这块呢我们基本上是完全做到了就是说这个这个卫星啊数据和这个我们在我们自己自公司自主研发的啊天空浮照成像仪这么一个硬件设备啊实现这么一套地位一体化预测采集网络的这么一个一个系统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在建立这个设计时候就把数字轮身的模型建立好啊配合着我们这个预测采集网络啊就可以实现整个光伏场站的这个运维啊自动化啊 包括这个大大的去去为这个人工啊去这个做出比如说哪些设备将要出现了一些问题的异常我们和和理论的这么一个发电仿真的一些结果进行对比啊快速的去告诉运维方哪些设备需要维护等等那么整个的过程就是说我们电器的系统的参数就是整个的这个仿真的模型啊包括一些地形啊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地平线啊遮挡啊等等还有一些这个符罩的预测值啊输入到 我们这个电站物理模型当中去啊然后呢生成功率预测的结果以及符合预测的厂战它有用电嘛对吧有符合预测结果以及这个储能系统的状态哎那我们套到我们这个能源管理模型当中去最后就能生成一套完整的用户测能源管理和交易的策略啊那么呃这个是我们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呃光照这个资源平台加上我们整线平台最后呢导入到我们sour sketch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方案的设计里边去哎那我们就可以 完整做到一个分布式这个云上电站的速度预测模型加上这个系统的仿真啊最后呢生成一套完整的这种需求的响应开始生成这个交易的策略等等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代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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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的设备啊就是天空辅料成像仪我们叫sour cam啊那这块呢我们是跟北大有一个有个合作啊这个是在北大科创园的这个屋顶上面啊在深圳那边那么我们也是这个收集了大概快一年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厂站呢是个是一个试点项目啊实施了完成的全程的这么一个仿真那么大家看到右上角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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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的这个实发啊基本上准确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第二代的智能设备的这个这个这个量产啊那么估计年底的时候我们这项的业务呢在大量的分布式屋顶上就可以开始拓展啊进行这个给这个我们的分布电站业主 实现一些这个基本的功率测啊这些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我们预计呢未来呢分布式电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么电网呢一定会对这个分布式电源也有一些啊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啊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把这个工作做在了前头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企业的客户啊那主要是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电力啊一些这种开发的集团啊包括一些这个这些光复投资一些企业等等那么好感谢大家那就是以上 我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啊谢谢 好的啊感谢这个吴总的这个啊精彩的分享啊吴总这个啊是学以致用的这个典范啊就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然后啊运用到实习中然后创建一个啊startup公司啊我觉得这个啊这个示范效应啊对我们其他的这些啊做科研的呀这些博士生的研究员呢应该很有启发作用啊那 那啊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张建博士是呃CFEX的创始人啊这个公司呢是一个领先的啊提供云端清洁能源运营平台的一个供应商那张建博士现在是第二次创业了啊之前已经创业成功的创业了一个啊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公司那现在是啊第二次创业那我们请张建博士来分享啊您的啊内容 哦谢谢谢谢王晴啊来看看啊谢谢全球律师发展联盟啊邀请啊咱们会长在小峰在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真了不起啊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大概有三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讲介绍一下 呃关于呃关于这所谓的这些呃范围二排放这个计量跟这些呃减排这方面的问题啊市场上的哪些问题呃 呃然后第二部分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呃解决方案啊第三部分呢主要是呃介绍一下我们这这AI在我们这个技术平台上的这些一些应用 有一些应用有一些应用当然已经呃呃在已经开发了那另外一些应用还是没有呃呃得到呃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呃呃所以呃最后也许我们呃针对这方面问题就是AI某一个AI上的这个解决方案 跟大家分享一下呃呃看看呃呃呃在呃呃呃在呃呃这个呃呃有哪些人对这方面有哪些建议没有 呃anyway反正这个从这个呃Cfax呃Cfax是基于呃呃九金山呃呃新加坡这个一个初创公司我们现在是不到两年嘛呃呃去年一月份成立的呃呃但是这个团队呢已经这方面呃呃 呃呃一起工作了将近十多年吧十多年吧十二年左右在之前呃呃刚才王庆也说了我呃呃呃创办的一个公司主要是开发类似的这种就是呃呃电网运营方面的这些软件呃我们的呃呃以前的公司主要是针对电网方面呃呃其实在美国大概呃十大电网都是用我们的这些呃产品呃呃两年前呢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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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步骤比电网来得快得多了 如果咱们这个社会 如果要靠电网排探机会的话 排探的步骤的话 那要等到合领合约 所以我们主要是这个CFAS 主要是针对这个企业方面的这些运营方面 这开发的一个平台 我们去今年早些时候 被加入了这个亚马逊清洁人员加速器 所以我们跟亚马逊这个合作还是挺密切的 刚才那个亚马逊可能是现在全世界 最大的这些清洁人员购买商 市场上现在是情况这样 就说要刚才也说 要到2050年IPCC的这个目标 要达到1.5个1.5度 就不高于1.5度的这些目标 这个还有大量的工作 事实上现在看来 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 那从这个能源上来说 要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到今后 2030年 这个我们就要在这个清洁人员方面 做大量的发展 那才能达到这个1.5度的这个目标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啊 对这方面有大量的这些政策 比如说美国的SEC 到明年开始 就需要所有的这些 上市的公司都要 汇报 每年特地汇报 就是范围一跟范围二的这些排探 欧洲嘛 跟这方面更更激进 大概从明年一月份开始吧 CSRD 就要求所有的这些上市公司 要汇报 报这个范围一二三 这方面的排放 其他的国家 也类似都市一样 都有政府方面 推动这方面的政策 那这个 这方面呢 主要是 这个标准啊 主要是 计量的标准啊 主要是 叫GAG Protocol GAG Protocol 是全世界通用的这些 这些排探的标准 2001年开始 就已经发布了第一个版本 2004年 在就是 所谓的location based 这些范围二排探的这个标准之外 加上一个market based 这些 范围二排探的标准 market based 就是说 你如果 要去购买一些清建能源的话 你可以用来抵消 你的这个碳排放量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大量的这些企业 像刚才说的这些 Facebook Google 发展的非常快 那第三个版本呢 现在正在 正在修改过程中 他们去年 收集了大量的这些 市场上的那个 反馈 大概我估计大概 至少两三年嘛 这个所以这个 也是一个比漫长的时间 这个新的第三个版本 可能会加了很多 甚至包括一些 就是每小时 类似这样的计量 所以这方面呢 这是一个比较通院的 世界通院的一个 一个标准 那从这个市场发展上来说 这个都是企业方面的 这个构点 清建能源的构点 在过去大概 每年增长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但是这个还是不够 根据现在的 估算要达到 一点五度 这些增温的目标的话 到2030年 这个要增加十倍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艰巨的一个 一个任务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在这方面 开发了这方面 开发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从这个 范围二排探 主要是从电的人员方面 这个造成的 传统的企业 像Facebook Google 都是像当地的这些 utility 就是电网购买电 传统的这个做法 那这些电网呢 这个购买的电 有百分之 一部分是清建能源 一部分是含碳的 非清建能源 所以那非清建能源的部分 就造成一个 这个所谓的 范围二的这个排探量 那要减少这个范围二的排探量 这些大的企业 或者现在是中小型企业 也跟上来了 就是直接向这个太阳能 分能 这个订购 实际上就是订购 那么签一个所谓的构电协议 那通过这个构电协议 这些 这些发电商 就可以直接去银行 得到贷款 那就可以定制一个 一个这个 太阳能 或者是分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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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那通过这里 他就可以 直接购买这种 再生能 那一旦购买了再生能以后 就可以取代 从这个电网 那边得到 这个需要的能源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 因为电网 需要 像电网购买的 这个电的成分低了 那所以这个 所谓的范围二 排碳量就低了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比较 大家都觉得是 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我们达的一个平台 就是在这方面 在这个买方跟卖方 帮助 这些企业 计量 就是范围二的这个排碳量 然后规划 第三个就是怎么去减少 这个排碳量 从产品分散来说 基本上有三个产品 一个就是计量产品 怎么去 把这个 范围二的这些 排碳量 从电表数据里面 算出来 这些 从算法上 还有一定的这些复杂程度 第二个主要是 怎么去规划 就是今后排碳量 这个步骤 因为现在各个 企业对有自己的 所谓的 NetZero 这些 Milestone 就是NetZero 这些 步骤 这些规划 是也得向这些 政府部份 汇报的 上报的 那这些规划的 这些 精确度呢 还是需要 这些老总 需要签这个 签名 正是说 这个是我们 他们确实是 有这样的 比较可心 可心的规划 那第三个 主要是 怎么在 这个购电 事实上是一个 清洁人员的 购电平台 通过购买 这些再生能源 那 企业可以 减少这个 规范 规范 额的这些 排碳量 从这个 AI应用方面呢 基本上 有两个 两个部分 一部分当然 从这个 规范方面 planning方面 我们需要 有怎么去 这些 预测 这个 原电量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 怎么去预测 发电量 所以 第三方面 就是怎么去预测 所谓的 emission factor 就是排碳因素 怎么去预测 所以这三个方面 我们 做了 一些 一部分 就是这些 预测 这些 建立的预测模型 那 第二方面 主要是 针对 怎么去减排 就是范围二的 这个减排 方面 等一下 我介绍一个 还是一个 顶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还没有 完全解决 没有这个 很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 还想 如果大家 有什么 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们还希望 读到听大家的想法 从这个预测方面 当然这个是一个 比较 传统的 这个 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分站 分能电站 这些 输出 那就 每个月 这个输出量 还有这个是 每个五分钟输出量 比如说 从这个月的 第一个五分钟 到这个月的 最后一个五分钟 所以你看 这个分 如果瓜分的话 它这个 输出量 就是很大 没有瓜分的话 就 这个输出量 就很少 很少 那怎么在 这个 这个 厂电的 这些 做一个预测 还是一个 顶大的一个 一个困难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 就是运电方面 运电方面 企业嘛 当然 不同的企业 有不同的运电行为 这也是每个月 这个运电量 每15分钟的 这个运电量 每个 这个月的 第一个15分钟 还这个月的 最后一个15分钟 之所以 两个 颜色 那就是蓝色的 代表说 这个是 就是从电网上 购店 购买的店里面的 这个 不含碳的 组成部分 含碳的组成部分 所以你看这些 所以这个有 百分之比的 这些 所以这方面 我们做的 还是做了不少的 这些预测方面的模型 所以这个 目前这个 可以达到这些 预测模型 大概 MAPE 大概可以达到 这个 百分之四 到百分之五 左右 大概 还凑合 当然还不是 最好 但是我们现在 希望下一步 就是能够 应用到 比较大的模型 希望能够 这方面减少 这些 MAPE 这方面的 这些误差 另外一方面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 确实是一个 LLM的 一个 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一个 AI的问题 在 交易 律师人员 交易平台方面 我们 我们 有一个功能 就是 怎么去 怎么去 模拟 实现 这个 构电 合同 比如说 左边这个 实际上就是 构电合同 就是 英文叫PPA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那我们现在 都是用 能工智能 能工智能 就是 一些培养 一些 我们的分析师 他们就是 从头到尾 读这个 构电合同 这个构电合同 大概 长的构电合同 会有那么 80张 90张左右 短的也有那么 二三十张 大概 这个构电合同 里面有一些条款 那 通过能工智能 读了这个条款以后 把它变成 我们的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以后 那就 根据这个数据模型 那我们就可以做 大量的这些 这些 结算啊 机会啊 结算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些预测 所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是一个挺 漫长的一个过程 就是现在 用能工智能 如果有一个人 培养 这方面 培训的 比较有经验的人 大概也得那么 几天时间 能够把这些 PPA 读下来 然后理解 透彻 然后 愿这个 PPA 里面的条款 来构建 这些数据模型 那我们现在 想做的一个 AI 事情就是 看看能不能 把这个 整个 PDF 这些 PPA 把它送到 AI模型 里面去 看看能不能 自动化 产生这种 就是我们 希望得到的 这些 数据模型 但这方面 我们确实还没有 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只不过 想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方面 这个问题 而已 因为 反正我 想介绍了 基本上 就是这些 就是基本上 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跟市场 这方面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 这个问题 第二部分 就简单介绍 也要我们解决方案 第三个就是 我们在 AI方面 这个应用 OK 谢谢大家 好的 好的 张总 感谢您的分享 我觉得 您做的 跟我们的听众当中 应该有很多 关于预测 他也能 Renewable 也漏着预测 很多学校 机构 他们在做 可能 也有一些 好的方法 另外一个 您的 用 这个 ChadGPT 这个大模型 来对 这个Contract 理解 然后做Modeling 这个应用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能够省很多事情 这个就相当于读一个律师的文书 他们现在有很多用 用ChadGPT去读 就会节省很多的人力 但是这个可能 因为ChadGPT是一个通用模型 您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 PBT其实有很多专业的TURNS PPA 有很多专业TURNS 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数据库 来Modeling 单词 对 单词 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如果 听众当中 如果有感兴趣的 可以跟我们张总 进行进一步的 查看 我给一个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有这样方面 有什么想法的话 你可以 微信 要么这个邮件 就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OK 好 谢谢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是周建奇总 周总是国王嘉兴供电公司的副总工程师 那我们欢迎周总来分享一下您的内容 您那个声音没有打开 那个各位嘉宾 张主席 大家好 我是浙江店里 周建奇 那我今天呢 分享的题目呢 是叫 数据人生技术 与AR技术 驱动能量系统 与工业系统 必是地态转型 那么主要是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 这几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呢 把能源的数字化 历史转型 和工业企业的数字化 与历史转型呢 永为一体 就开发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是一个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我下面呢 把我们是这个工作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分四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 就是商态背景下 能源以及工业 面临的问题 在三零六零 商态目标下 能勾结清洁地态 安居高效的能源体系 需要接受 以新人一位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 这是重点行业 捷物检探行动 推进工业领域的 历史制造 工业领域和能源领域 分别接待了 那个海量的 工业生产数据 和用能数据 那如何把数据的资产 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 促进工业领域 和能源领域的 融合发展 以数字 能生技术 为AR技术 为核心的数字化技术 是我们认为 是最重要的关键技术 那么能源与工业 面临的共同问题 是历史低态转型 和数字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 是数字经济 和实际经济 深度融合的关键底座 是新型工业化的 专类性技术数次 高比例的新能源 就是地理系统 需要用数字化和 AR技术 勾建 三维建模 激烈模型 用心控制 经营管理 四位一体的 数字能生体系 完美的印刷 玻璃世界 更好的支撑 复杂能源系统 用心管理等有 那么数字能生技术 这些能源领域的 应用呢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所以我不转开 就勾建 能源 工业 与数字化技术 向融合的 新型技术数次 需要解决 跨领域应用的 协同机制 平台勾建 数据服务 三个方面的挑战 挑战一 是能源互联网 与工业互联网 体系的 融合互联栏栏的问题 挑战二 是分布设 多层级 融合平台的 勾建栏 挑战三 是跨领域的 知识沉淀 与数据服务栏 二 介绍一下 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于昌星碟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 是依托国家 工业互联网 昌星事外工程 等重大项目 研究工业生财系统 与能源 电力系统 强动用性技术 那么根据 工业互联网 体系价格2.0的版本 和电力互联网 新鲜通信 总体价格等标准 我们来搭建了这个平台 昌星碟一 是提出了电 工 碳数 都要是互联的工业生财 与能源电力系统 强动用性技术 提出了据电台 音质预测评估的 广越能源互联网 区域而分方法 营成了高比例 新能源与工业互联网 环境下的 强动优化差量 实现了工业生财流程 与新能源生财 相对构成的 关键的印象 昌星点 二 提出了 永原生物理网 系统的 跨行业分布式 服务成绩类技术 建成了国内 首个 距离地理物理网的 三层式 能源互联网 与工业互联网 测试场 接受了多种的 主流工业协议 实现感知数据 跨领域 跨系统的采集 在开放环境下 可靠承择 工业激励模型 以次代界 以次冲用 助力勾结了 高效低碳的 工业用能结构 昌星点三 提出了 多元数据驱动的 工业激励模型 勾结方法 提供数倍用为 能效 简态系列化的 数据服务 满足 分布式新能源 所谓的 智能用为需求 将综合能源系统 用性优化 拓展到了 高耗能企业 利用数据 男生与 AR技术 提升了 综合能源服务的 和低碳的效应 再呢 就是我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 灵态工厂 和灵态 低碳工业 去介绍一个案例 主要是 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 我们如何去 打造一个 灵态的数字工厂 和介绍一个 灵态的 数字工业区 这是我们 整体的一个 思维导读 我们工作 一步步是怎么做的 这是我们 对 建设这个 需求分析 我们主要 根据 场景导向 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 义务导向 目标导向 这种是 这五个方面 开始工作 那么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 这是我们 前期的 整备工作 那么主要通过 是数据 蓝参技术 和IR技术 借助工业化技术 性蓝参技术 来勾建 绿色低态 公园园区 中华能源系统 勾建 企业界 和园区界的 公益互联网平台 那么项目的 核心理念 是像 数字蓝参技术 AR技术 借助工业化技术 和新能源技术 融合创新 驱动能源与借助 能源与工业制造 学通的 新建能源体系 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 加借助式电灵 加工业式电灵生态圈 这些联网融合 那么这是我们 能源互联网 与工业互联网 融合平台的架构 主要包括 总体架构 业务架构 功能架构 数据架构 企业界 业务的应用架构 这种构构了 具数据人生 与AR技术的 绿色地态 园区 两网融合平台 以及 用心管理平台 那这是我们 两网融合平台 三种应用场景 一个是 传统的 工业企业 绿色地态 转型到应用 一种是 我们绿色地态 工业园区的 介绍应用 一种 第三种是 新能源产业力道应用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我们 具体的项目平台的 应用的 具体的 案例和图片 那么这是我们 绿色 工厂与绿色工业区 规划数据 这个主要也就是 一个是规划数据 第二个是 灵态 光电 介绍 BD在这构建 第三是 灵态 光电 介绍 主能在这构建 第四是 灵态 光电 介绍中火能源在这构建 第四呢 第五的是 灵态 数字工厂 第六呢 是绿色地态 公用园区 第七呢 绿色地态 公用园区 中火能效 建策 用性平台 就这是我们 几个平台 主要研究内容 那这是我们 目前相关的 研究的案例呢 一个是 浙江的一个 灵态 数字工厂 我们进行了 这个图片啊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灵态的 这个加薪 我们自己的灵态 园区 第三个呢 是一个大型的 一个企业 三密建模的案例 也就是说 我们把 AR技术和三密技术 这三个具体的 项目当中 进了充分的应用 那么 这是我们 这灵态数字工厂 和历史 低态工业园区 介绍方程 完整的一个 实力导入 就是我们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有楼窃 有系统的 有部署的 来做的 那么总体来讲呢 就我们认为 就是项目呢 主要这八个方面 是变成了 其他 介绍方面的优势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 介绍周期短 我们完全是 装配色技术 大概是 从土界开始 到整个项目 建成 我们 五到六个月 就全部完成 第二个呢 我土地的利用效率 非常的高 我们是传统的 其张相的主人 地这样的 百分之五到十的 土地利用 就够了 第三个呢 就是工程造价低 第四个呢 就我们 适应的场景很广 就是尤其在 工业企业里面 它很多 是有化工性质的 就很多的 锂电制的主人 是不可以做的 那我们这个 是可以做 第五个呢 是我们的经济效益 就是我们的投资回报期 会比其他 这个产品短 然后安全性高 这主要是 还有资源的 情况利用 也就是我们 这样的技术 用的电子技术 它的产生回收 很高 大概可以达到 百分之六七十 最后呢 项目可以实现 工程化 产业化 是可以复制 可以开广的 那么项目的整体呢 是我们也通了一个 通过清华大学的 院士组织团队 给我们做一个监定 那个监定委员外认为呢 项目提出了 原创性的理念 和引力性技术 勾建了能源 工业 与数字化技术 向融合的 新型技术数式 成功以进 这些工程化 产业化 支撑了能源 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 这些能源 与工业的 绿色地态转型 和数字化转型的 一个目标 我的演讲的完毕 由不当支出呢 进行各位 专家批评指证 也希望大家在线下 有什么需要 我们可以交流沟通 那么前面呢 两位专家提到的一些 尤其是光发电 绿地交易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 也是可以 作为一个 那个APP 插件 可以进行应用 谢谢 我就简单的 向大家 这些汇报 好的 谢谢周总 那周总这个 个人的这个经历 工作经历是很丰富的 尤其是在这个 行动员建设呀 这个智慧园区呀 数字栏生呀 这方面有很多实际的 应用的落地的项目 负责了相关的很多的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呢 不仅仅只是说 做完一个示范 甚至可以向全国 甚至可以 到其他地区 进行推广 那 这个周总的项目 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啊 所以在这方面 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经验啊 如果 如果大家对 这个 这方面啊 什么数字男生啊 资费园区啊 这种 这方面有 这种实际的 工程需求的啊 或者说 有一些技术 想跟我们周总分享的 可以跟我们周总 来线下的进行讨论 接下来是 李生听博士 李博士呢 是在爱华华州立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 那 之后呢 回国 进入了那个 国家的部委工作 那之后呢 就出来创业了 现在是 深圳 重园 时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 副总裁 那 欢迎李博士 来分享您的内容 你声音没有打开 好 首先呢 感谢全球绿色 发展联盟的邀请 我今天呢 主要就是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在那个 矿山方面的一些 通过智慧化这些手段 一些解决方案 我们公司呢 我们公司的控股股东呢 是叫浙江综合科技 我们源于浙江大学 我们是在深交所上市的 一家 一家 一家科技型企业 我们公司近十年来的 累积在科研方面的 投入达到12亿元 然后我们公司呢 现在的发展战略呢 主要是一体两亿发展战略 一体呢 就是 现在我们要紧随 这个全球的 这个 潮流 然后要搞 在数字经济各领域 进行一个发展 然后在数字化板块 我们做一些事情 然后另外两个两亿呢 是我们公司的传统业务 我们在智慧交通 主要是信号控制系统 和自动售检票系统 这两个板块 这两块内容上 这是我们的传统业务 另外一个传统业务呢 我们公司在半导体领域 有一些涉足 我们主要是在原材料 单金硅的加工 目前我们在做 主要是在做8毫米到16毫米 晶圆的这个生产 然后我谈一下我们这个智慧交通的 这个板块 我们智慧交通 这个板块呢 我们公司呢 就是信号控制系统起家的 然后在目前信号控制系统 也算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 目前做到了行业第一梯队 近三年的业绩 做到了全国的第三 主要服务过国内的一些地铁 市域铁路 已经达到1400多公里 然后在海外有一些干线铁路 轻轨 国内有一些油轨电车 也有一些设计 然后我们的自动售检票 AFC系统呢 已经做到了近五年呢 已经做到了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一共有44条地铁线路 超过800座地铁 这个车站 也是首个互联网支付的集成商 首个跨市清分清算系统 供应商 我们公司呢 做就是后面我会讲一下 这个智慧矿山的这个方案 我们做智慧矿山呢 也是通过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技术的积累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参与了2020年浙江什么重点研发计划 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 无人驾驶的一个 一个科研项目 同时呢 我们公司内部也有多个国家级 省部级的这个科研创新平台 我们的智慧矿山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主要它是四个板块 有矿区智慧监测 智能调度系统 无人运输系统和智能运维系统 然后我后面分别对这四块内容 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享 我们的矿区智慧监测系统呢 它是主要是对生产测的监测 然后设备测 还有人员测 环境测进行一个监测 我们这套系统呢 也支持与既有系统的一些集成 因为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矿山企业 一般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国企 国企它成立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所以说它通常都是有既有的系统 所以我们的这套完全是和它的既有的是可以 可以集成的 刚才就是我们在环境测监测呢 也是应用了一些数字栏生的一些技术 主要是采用 有一些BIM啊 然后倾斜摄影啊 还有3V激光扫描来实现这个数字栏生 和前面几位专家也提到数字栏生 也提到了数字栏生 然后呢 我们是在对可以对这个运输任务的这个调度管理方面 我们具备一些一些功能 其中有运营监控生产 作业计划编辑和查看 还有一些任务调度的一些一些功能 然后在这个任务调度呢 也是运用到了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 一些手段和一些方法 然后可以就是自动的规划出最优的这个运输任务的对列 和运输车辆的这个行驶的这个路径 然后呢 就是对人员调度的管理 人员调度管理呢 主要是排班管理 危险区域管理 还有一些智能找人 考勤管理 智能找人的话 因为好多国内的一些矿区啊 它不一定是露天矿 它有的是那个地下的这种矿井 地下矿井呢 所以这个智能找人这一块 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需求 我们跟国内几个比较头部的这样那个大型的这个国企一起就是做过一些交流和调研 尤其他们对这个地下的这个矿矿区里矿井里面的这个尤其对人员的这个定位啊 然后还有这个轨迹 人员的这个轨迹查询是有非常大的需求的 因为现在国家对这个安全啊应急这一块要求是比较高的 然后再就是这个异常状况的这个调度管理 因为矿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啊 通常异常状况也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车辆抛锚啊 然后一些边坡呀 地质的一些一些一些灾害啊 这些发生啊 它都是都可以达到一个人工报警啊 然后自动指派合适的这个维修人员携带相应的机具设备啊 去现场然后对这个事件的这个进行一个预警啊 进行一个报警啊 然后也可以直达这个指挥中心啊 然后还有就是在手机端APP端的 然后对相应的这个人员啊 管理人员啊 技术人员会有一些就是主动的一些推送信息推送 然后再就是这个生产状况可视化啊 这一块呢主要是通过大屏来实现啊 也是主要是主要的板块是利用了这个数字栏生的技术 将矿区智慧监测获取的设备人员等信息 以3D显示的形式展现在调度系统的界面 然后以统计图表显示生产计量生产进度 设备投入人员投入环境监测的数据 对采决点卸载点称重点关键路口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视频监控 另外再就是有一些就是简单的一些对辅助设备的一些人机交互啊 然后还有对这个因为现在像这些传统的这些矿场啊 这些生产企业国家也对他们有要求是要进行一个数字化的转型 所以就是对矿区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都是一个三维 他们三维模型都是可以作为现在新兴的一种叫数据资产 就这方面有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就是我们的无人运输系统 因为现在就是也在逐渐的尝试和提倡 这个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矿区采用一个无人的这种运输系统 它从运输到采掘挖掘 然后一直在到称重 然后到这个卸载 一个全过程的都用一个无人的这个无人的这样一个系统 然后我们这个无人系统呢 它已经可以具备单车自动驾驶 自主编队行驶 然后障碍物的识别 然后可以主动避障 然后在采掘的过程中呢 可以自主寻找这个挖掘机 并移动到挖掘机附近 然后还有根据一些恶劣天气 或者说是雨雾天气 它有一些临时限速 或者有一些处置措施 然后我们的这套无人运输系统呢 都是对既有的这个矿车进行一个改造 通过导航导航系统 还有一些视觉识别系统 因为视觉识别 基于视觉的也是利用到了好多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和手段 然后再利用一些就是传感器呀 在车头啊车尾 然后在车内进行一个安装 然后实现 然后第四个是一个智能运维系统 这个智能运维系统呢 主要是智能报警管理 设备健康状态管理 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物料管理 还有一些可定制化的一些工单管理 这些功能 然后后面我对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一些一些案例吧 这个无人运输这个呢 这个这个项目 我们是2020年浙江市的一个重点研发计划 然后这个我们依托的就是浙江市湖州市的一个 一个实况 在这个实况上进行了一个一个示范应用 从2021年开始呢 我们完成研发之后 从2021年开始陆续完成了三辆 90吨级的这个无人驾驶宽体车的这个改装 然后这些完全就是实现了 我前面讲到的那些那些功能 然后我们这个实况这个无人运输 还打造了这个矿卡的电动化平台 其中有双电机动力总成 动力电池这一块 然后再就是用到我们传统的 我们信号控制系统里面的一些模块呀 一些一些单元一些功能 就是可以实现这个改造后的这个矿车呢 完全就是自动化自主化的这个 从行驶然后到裁决 然后承重啊卸载 这样一个全过程 这些照片呢就是现场的一些调试呀 实验的一些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 如果在整个这个矿区完全把这套系统打造进去的话 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一个改造啊 它完全是可以自主编队 然后自动的安排这个行进路线 然后自动的去完成这个材料 然后一直到运输住再到最后的承重 承完中最后的卸载 然后卸料口呢 它也是用运用到我们的一些基于视觉的这个识别的一些技术 然后再就是这个无人运输呢 一定要有这个高精度驳车 因为承重设备一般它都是精细度要求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这个基本上 目前的这个水平也达到了就是正常矿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精度的要求 然后呢 我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轨道交通地铁领域的这个一些应用的一些案例 然后这个是杭州地铁一个多线路调度中心 我们做的一个 其中就是也是人工智能AI这一块呢 主要是有一些基于视觉的这样一些研发吧 然后就是主要是一些事件检测 然后你比方说像左下角的这个格栏的这个船物检测呀 然后浮梯异乘啊 物品遗留啊 还有客流技术呀 然后有特定区域入侵呀 这些都是通过这个视觉 然后来实现的 然后再就是宁波地铁五号线 已经实现了这个全自动的这个运行系统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自主研发 就是在轨道交通完全用到了就是自动驾驶 然后因为在轨道交通在地下做自动驾驶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目前呢 我们这个除了在宁波地铁五号线成功上线之外呢 我们才在绍兴的二号线 郑州的十二号线都达到了这个 无人就有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这些技术的都是来源于科技创新的这个成果转化 然后我们又参与了一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项目 叫下一代地铁车辆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 以及浙江省的重点研发计划 叫城市轨道交通自主驾驶 DTO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一个研究 这个是宁波地铁五号线的一个 也是一个运煤系统 然后呢今天我还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公司做的另外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呢也是我们公司现在就是在推进的一个板块 因为我们公司一体两异嘛 然后我们想在数字化领域做一些比较大的突破 所以我们公司联合了另外两家上市企业 朗科科技和浪潮云 然后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公司叫旋渡时空云 然后旋渡时空云呢我们想做全国的一体化算力的这个建设 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服务云计算的一些服务 这一块呢我主要就是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是参与到了国家东树西蒜 然后每个数据中心的这个计价规模都是超过16000家的这个标准计价这个数据中心 目前呢我们进展比较快的是甘肃枢枢枢枢枢枢已经就是已经开始就是动工了 开始在做统建了 我们预期这三大枢枢将在2025年全部建成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公司做的一个打造的一个云边端协同的一个全国性的这个一个算力的一个布局 然后主要是我们打造三角形的这三大枢纽之外呢 我们还在国内一些主要的节点城市除了省会之外一些大型的一些节点城市进行一个边缘数据中心节点的一个建设 然后利用这个算力调度和分布式组网的技术 支撑成了一个全国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个算力网络 因为我们公司判断了未来的五到十年全球对算力的需求一定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就是公司目前在做这个算力的这个这个这个部署 另外呢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然后我再把我们今天那个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个板块是智慧交通这个板块 智慧交通这个板块呢我们在做是我们的旋渡之行 然后我们想打造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智慧交通 我们首先的切入点呢 我们最近在参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叫交通强国的专项试点工作 然后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主要就是一票制 一票制就是国家呢想打造一个叫一次支付一马通行 然后就是对居民和这个用户来说呢 他就是一次勾票 他把他所有的出行场景全都包括进去 从航空高铁地铁 然后从低市巴市甚至还有水运全都给他串联起来 目前我们这个我们公司是作为这个是也是牵头单位之一 然后这个项目呢是国家交通运输部统一来来领导做的 然后是我们联合了国铁集团12306 还有民航体系的中航性 就是航旅纵横 国内用的可能比较多 然后联合了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然后是滴滴滴滴滴打车也和我们一起 还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也我们提供手机信令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公司呢主要是轨道交通 另外就是这个结算清算系统 还有这个票务系统 我们公司的主要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研发一个这个平台之后呢 我们将在大湾区进行一个示范试点 然后大湾区的示范试点呢 我们选在了广东的佛山和广东的东莞 然后东莞这个地方是比较独特的 因为东莞它正好它地理位置上呢 它夹在广州和深圳的中间 然后呢东莞它又没有机场 然后所以就是它在东莞打造这样的一个示范的一个 一票制的这样一个线路的话是极具价值的 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这个人群会从广州白云机场 或者深圳保安机场去东莞去到东莞 所以它这个中间的这个行径这个路径呢 就是涉及到航空 然后还有高铁地铁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交通工具 它都有可能会涉及到 所以我们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呢 已经就是国家已经正式的批复 然后立项了 然后我们计划在2026年完成研修 完成这个试点工作 如果是成功的话 全国将会对这个进行一个推广 这个是一个比较浩大的一个一项工作 然后所以是目前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呢 联合了八个部委共同来做这个事情 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的 感谢李博士 您这个智慧交通 其实是跟那个智慧能源是相通的 尤其是以后这个 电动车的发展 这个交通跟能源 肯定是联合越来越紧密的 您的公司这个业务呢 就涉及到交通 交通里面涉及到这个 以后的这个数据中心呢 其实跟能源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们这个做的事情呢 也也很有意思 就是感觉像是大手笔 做的就是那种 大的项目 那 如果大家对您的这一块有兴趣 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问答环节跟您交流 那接下来是由陈凯佩来主持 我们有一个论坛的问答环节 那请各位嘉宾还有张会长 可以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 那下面就交给陈凯佩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今天这个非常精彩的分享 我自己也学到非常多 毕竟就是能源行业 这个在AI里面 整个大环境下面有很多部分 我之前也是没有想到的 例如说 刚刚李博士提到的这个智慧出行 智慧交通这个板块 我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尤其是这个大项目 我觉得会就是 对大家出行这个影响 真的会非常深远 那么基于这个 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就是关于AI一些 比较笼统的问题 就是大家其实也 就不要有压力 反正这个毕竟大家都是来聊个天 然后咱们 要是各位观众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群里面 把问题发给我们 我们可以实时进行问答 对我相信我现在 有一个小问题 也可能是大家一说到AI 就会特别特别 一时间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ChatGPT 各种AI可能会说 把大家的工作都抢走了 对吧 就是说这个AI可能会 替代掉一些人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工作 会变得更加简单 或者并不需要人力去实现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看法是如何 例如说 吴博士 咱们先来聊一下 因为您是首先 present到这个 对这个视觉动力 我相信视觉动力做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例如说光伏设计开发方面的一些 自动化和一些简化 就是帮助了非常多 工程师和设计师 做了很多 有价值的一些工作 不知道这一点上 您觉得这个 就是您的产品 会对于这个光伏设计 或者是能源设计这方面 这个行业有什么影响 对 感谢您的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呢 由于这个AI技术不断的成熟 完善 那最后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它这个可以把人类啊 很复杂的这个工作 尤其是 无论是工业领域 还是其他的领域吧 那么可以 大这个极大程度的去降低 然后让企业的效率能够提高 这个其实 我觉得是这个全社会啊 包括不仅是能源行业 都需要去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其实在 我就拿光伏这个设计 这个这个这个前期的工作来讲啊 我们这个产品呢 确实可以极大提高 工程师的这个设计的效率 然后以及这个深度呢 还是保持是同样的这个技术深度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是说我们就是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 这个老板就觉得 其他的这个设计师就 就是就可以去 就没有用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呢 是说之前呢 比如说接到这个 光伏设计项目 其实项目是很多的 量很大 但是呢 人是做不过来的 现在的其实过程是 这个大家是工作过度 饱和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在光伏行业 那么其实你 你作为一个电设计 还是说这个光伏的开发商 或者EPC啊 那你的项目量是很大的 那么你前期 你现在其实行业内 一个现象 因为国内现在光伏发展很快 每年都是在 低于上一年的这个新增量 基本上在翻倍啊 就是150 130的这么一个 一个增量的这个发展 那其实这个行业的工程师 就是说白了 这个有价值的 或者是说有经验的工程师 数量其实是很少的 就是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个时间啊 其实远远比这个行业的发展时间 要长得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行业面临的问题就是 是人力资源 就是高优质的设计师 就有经验的工程师 数量严重短缺 那么现在行业面 是这个问题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 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其实呢 我们的客户 跟我们的反应就是说 过去可能很多个人去 这个协作 对吧 大家一起做一个方案出来 那么现在呢 其实 可以大家用同样的时间 做更接更多的方案 为企业不仅说是说 降本增效 同时还要给企业创收 就是这是我们目前来说 这个从客户角度啊 反映过来的一个问题 就不仅是这个 在节流方面 还有在开源方面 我们也是做得比较好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我相信啊 在未来大量的这种 这个AI的这个技术 包括这种自动化的 这个智能化的程度的提升呢 会导致的就是说 大家其实完全不用特别 去担心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失业的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人呢 是对这个扮演角色 其实是审核审查 以及最后的开版的 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是不会把 有价值的工程师 或者是说 有价值的这些 这个资深的行业 从业者去取代的 这个是不现实的 因为毕竟机器 它或者AI生成的一些 无论是从设计方案 或者是说各个方面 其他的这个文档来说啊 它还是对于实际的工程 实际的业主的需求 是差距是也是有的嘛 那么我们还是需要 这个工程师 对这个机器生成的工作 可以微调 但是大部分复杂的 这种繁复的人力劳动 是完全是可以 被这个机器给取代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 这个行业 在一段时间的一些观察 这样了解 对接下来我也想请 就是张建博士 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毕竟刚刚吴博士提到 就是说对于AI 可能会在一些程度上 其实会做一个开源的 这么一个作用 就不仅仅是说 把一些现有的工作的 效率变高 或者甚至就是说 让大家的工作更省时省力 不知道张建博士 在CFAC这个 就是作为一些 例如说能源预测 或者是这个 就是范围二的碳排算 碳排放这个核算方面 这些工作会不会说也 因为就是AI的应用 会有一些 例如说效率上面的提升 或者加就是有一些 额外的add value 这样的一些过程 我们针对这个行业 还是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些 行业 很多需求就是非常 就是那么五六年历史 所以有大量需要 这个自动化的 这些需求 AI当然是一个 自动化 里面一个组成部分 那个 当然这个通过AI 通过这些自动化的工具 我们能够取代一些 比较低级的这些 手工这些操作 这样的话 不但能够减少这些费用 但是从这个高级的思考范围来说 还是没办法取代 所以AI的这个功能 主要是取代一些 比较低级的这些 比较repetitive 这样的操作 但是真正需要 这些high level 这些设计 这些还需要 还是不容易取代 了解 对 说到这个 就是高层次的一些设计 或者开发 可能也需要一些 就是相对 比较有技术能力的一些人才 所以我这个 我比较好奇 例如说 像周总 您在国网 就是经验也非常丰富 例如说 您做这个零碳工业园区 做一些数字化方面的一些转型 您的人才方面的一些策略是怎么样的 例如说 从哪里来找这些 例如说能够帮您进行数字化 园区开发的一些人才 例如说是 从有经验的一些现有的工程师 还是说 就是国网内部的员工进行一些 关于AI的培训这样子呢 嗯 好的 就是前面呢 是无论是张博士 我不是他们介绍的 我觉得是这一个点上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作为一个国家电网公司 我们做的呢 就是把能源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数据技术 进来就是一个融合的创新 所以我们是站在 如何在那个商谈的目标下 这些数字化转型的大比例下 打造一个新型的基础硕士 是这样一个大的视觉 大的背景下来做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整个前后 是花四五年的时间 投资了一个多亿的资金 来开发这个评陪与项目的 当时是由国家的支持 以及我们电网公司自己投资 而我们这个项目的 整个进行制程当中 是还有一些国家电网公司 以外的一些数字化的团队 以及AR的技术人员来参与的 包括当时我们的 美国的美国研究院 就是我们国网公司的 美国研究院 也是参与了 其中一部分的AR的一些工作 当然我们也有国内的一些专业的 比如说天用大数据 他们也有一些AR的团队 来参与我们这些工作 那我们觉得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数字化技术以后 AR技术一定要给我们真正的 一无相结合 那么你要绿色地态转型 前面我不是讲的那个 就是光火是我能源系统的 绿色地态转型一个生产端 那么这些消费的呢 主要是供应领域 那么供应领域主要是一个技能界排 这个问题 如何提高它能源的使用效率 减少它的浪费 同时呢 是这个工厂里面呢 它也是一个分布式光发跃的一个 最最重要的场景 就是整个中国的分布式能源 应当起源于我们加薪 当年的国家的能源 五星局长 就我们整个加薪 造成了全国的分布式光发跃的会议 就提出了分布式光发跃的加薪模式 所以可以说我们加薪电网公司 这些整个国网系统 以及整个全国 这些分布式这个领域 我们是一个引领者 那么很多的有关分布式光发跃 预测 数据 规划 这一系列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包括我们的国网标准 都是由我们的团队 我们电网公司 我们加薪公司的人参与 包括我个人自己也参与指令 N个就国家标准 黄业标准 跟团队标准 所以在这个里面是我们是有进来的 但是呢 确实作为一个地势公司来讲 我们的数字化的人成相对比较少 所以我们是整个项目的开发 推进各种当中 我们有十几家单位共同参与 就是我们提需求 提要求 然后找到应用场景 我们是这么来完成我们的一些平台项目的开发的 那我是作为一个项目的整体的负责人 是参与了整个构成的前方面的数据 所以我想我们跟张博士 他们有很多可以 某些点上还可以在合作 对了解 我这么听下来感觉就是像周总说的 整个生态系统下来可能需要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不同AI方面的一些技术人才 或者不同团队方面的一些合作和协调 我不知道李博士这边就是您刚刚提到综合科技 作为一个做这么大项目的一个公司 毕竟您这边的就是业务方向也很多 就不仅仅是智慧交通 然后智慧矿山 还有一些智慧城市方面的一些整体的大项目 不知道您是就是怎么看这个不同团队之间合作这个问题 比如说您是会跟国外的一些团队合作 还是说自己培养一些人才 还是说怎么样去确保就是这个项目下面的这个AI的一些需求 能够被满足到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边的我们公司数字化这个板块呢 我们想把它打造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轻量化的这样一个团队 什么是轻量化呢 就是我们的定义就是想做一个主要是以管理人员为主 然后我们的研发人员呢还是用本级的之前的信号控制系统 然后自动收检票相关的研发人员 然后但是他们毕竟是在通信 通讯领域的一些研究人员 那么面与就是遇到新的一些像智慧化的一些业务 我们公司的定位呢主要是我们想发展这个生态合作伙伴 然后我们不会去再重新聘用大量的这个研发人员 我们是通过发展生态伙伴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集成 然后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种横向发展 而不是纵向发展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纵向发展就是可能我们总包 然后我们把它不同的板块再分包给其他人 我们不太想以这种模式 我们希望的模式呢就是我们共同横向 大家都站都站在一起啊 然后各自把各自擅长的专业的事情 我们一起把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业务做好 另外呢我们公司呢 像这个对团队这一块呢 我们目前也是就是用到了一些 就是像收购啊并购啊这些方式 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并购的一个计划呢 就是是一家那个深圳很知名的叫利维智联的这样一家公司 它是专业做人工智能和贩载物联网感知的 它原来是中兴通讯旗下的最赚钱的几家公司之一 然后因为中兴通讯呢 大家都知道因为前几年受美国制裁 然后他不得不就是卖掉了三家公司 利维智联就属于其中一家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并购那个利维智联 然后我们计划在10月份 10月30号之前 就完成这个并购 然后并购完利维智联呢 然后利维智联那边 他有大量的这个关于人工智能这个研究人员和研发人员 所以我们是但是我们自己呢 又不会太多的干预这个利维智联的这个他的发展 但是我们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呢 我们后面遇到关于这个新的这个智慧化或者数字化的这种业务呢 我们就有了抓手 我们可以让利维智联来做这些事情啊 大概大概是这样 了解 至于时间问题 咱们再再说一个问题哈 因为咱们刚刚大概是各位聊了一个问题 但是至于时间问题 咱们可能再做一个环节的这个Q&A 咱们可能就大概结束了 对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特别特别想想问一下大家 或者争取一下大家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我相信AI这个作为一个比较前沿的 就是最近才活起来的一个技术 在结合您公司下面的一些业务板块 它肯定是有挑战的 就是刚开始去把AI融合到自己公司的这个业务里面 我很好奇 例如说这个过程会不会遇到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困难或者问题 对 然后这个我也想就是先从张建博士这边聊一聊 因为张建博士刚刚提到 例如说在这个PPA的这个法律文件 这个上面就是说contract的一些 就是写这个contract啊 或者是说自动化一些这个整个 做合同的这个流程 可以通过一些 例如说AI像large language model这些过程 去自动化一下 但是您 例如说如果要把这个业务板块 浓获到您的公司里面去 您会觉得有什么类型的一些困难 或者一些挑战 现在就是最近这个AI主要是 所谓的regenerative AI 跟以前咱们过去几年他们这个AI 这个machine learning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它是模型上有这个大量的这些规模上增加 那我们以前搞这些low forecasting 这个generation forecasting 当然主要是以前那些machine learning方面的这些AI 那这个PPA怎么去自动化 转换成这个数据模型 那这个可能这个还是属于这个regenerative AI 这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是还是一个顶大的 还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融合到 一旦解决这个问题以后 怎么去把它融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里面流程 这个对我们产品的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对我们产品这有大量的这些提高提升 首先我们现在这些去实现项目过程 会大量的这个缩短 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要培训人员的话 成本上会大量的减少 即使regenerative AI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条款 都自动化的这个抓出来 甚至能够能够抓80%出来的话 剩下的20%通过能够去更仔细的把它抓出来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但是这个本身是一个顶大的一个顶蓝的一个课题 了解 对我看五博士就是像您 毕竟现在您的这个产品就是合作也比较多 我在想就是说当时您去开发这个Solar Sketch 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像类似 就是商店博士刚刚提到这个 就是说还找不到方向 或者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样去融合到您现在的生态系统里面 就整个搭建AI这个工具的过程 对于您来说是否有一些困难或者挫折 理解 我们首先是这样 那么最早在做这个AI的工作之前 我们要收大量的数据 数据是训练它这个唯一的前置条件 那么我们的这个之所以可以把这个系统做的这么智能化 包括这给用户自动去推荐这个最优的方案 发电量最高的以及这个投资成本最低的方案 那我们一定是对这些所有的设备 无论从太阳能组件 逆变器 变压器 开闭这个 比如说这个汇流箱等等 这所有的设备呢 我们先在这个这个开发的初期呢 我们收集到大量的设备 比如上万太阳能组件的参数信息 以及这个上千块逆变器的参数信息 以及这些不同的电缆 这个汇流箱的这些BR器的这个配 这个匹配的选型 这块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计算 首先这块呢 我们在算力这块 也有国内的这个合作伙伴 那么我们这边呢 这个用大量的这个算力啊 来去挑选这些不同设备之间 如何去连接设备 去匹配设备 才能让它的这个发电量系统最大 然后它的损耗最小 那这块呢 基本上我们是之前这个在训练的时候 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这是首先第一个 那么其次呢 就是在这个我们平台上线之后啊 如何去按照这个人工的操作 因为我们是生自动化方案 然后人工呢进行一些干预 最后生成比较相对于较全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演进和学习的过程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是新增员行业嘛 那么其实这个LM对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其实跟法律啊 包括其他的这个服务行业一样的 如果是我们做到某一个行业的这个AI的话 那一定就是锤类AI 锤类的这个模型 就是你GPT在这个行业 在我们能源是没有用的 它根本就不知道 你应用户该怎么去设计 因为它太过于专业 太过于细节了 你说让它设计光复系统 然后呢 让它收据达到多少 它中间的所有的环境 它都完全是一无所知的 因为你没有费给它这样的数据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首先如果要真正打造出一个光复领域 或者是我们叫说锤类的这么一个AI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时间 另一个呢是在这个前提的就是这个的之前啊 就是前提方案就是说我们需要整理一套数据收集的模型 因为无论是你是做法律行业的锤类 还是做能源行业锤类 你还是做医疗行业的锤类 你首先数据的收集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么数据收集的格式 如果说我们不把它规范化 或者是说用一个统一的格式标准去收集的话 它是五花八门的 你可能从这个这个就是比如从这个A企业收集的数据是Excel B企业是World C企业是PDF 你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把这数据摘出来 然后数据清洗再做成你为这个数据的格式 其实是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第一步呢 就是说数据的格式首先是需要去统一的 那这个我们后面就需要比如说这个一些企业啊 包括一些这个合作方案或者一些客户对吧 然后呢他们用我们这个格式 比如说在使用这个过程当中 把这个数据自动就按照这个模板就生成好了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大量训练 所以第一步对于我们来说是训练这个设备 这块呢这个上万款的设备 我们已经这个训练结束了 才有了现在的智能化的一些这个过程 但未来整个设计的自动化 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多的数据的积累 大概是这样 了解 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也就是抛给大家 像周总或者李博士和王晴博士 大家对这个就是AI整个模型的搭建和训练方面 这个前期的一些工作 你有什么看法 就听起来像像吴博士刚刚提到的 这个确实在数据可能是一个 就是解锁这个AI的整个应用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环 当然也有就是例如说数据格式上面的统一化 以及去保证就是说这个数据量的一个一个整体的size 这个可能也需要考虑一下 就不知道您对您各位对这个就是说AI处的数据 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的就是开发上面一些问题 有没有一些见解 这个问题我先来解释一下 就像我们国网公司最近前期这种数字化转型当中 我们就非常强调这个数据的格设 我们基本上国网的SG-SIM 现在已经到SG-SIM4.0版本 甚至5.0了 这个是我们的基础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必须是那个统一的 那么你想我们国家电网公司 电网的规划 刚才吴博士讲的规划 介绍 用意 营销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在统一的数据模型下来规则的 所以我们国家电网公司 面对以新能为主体的电力系统规则当中 我们的信息化转向自动化 转向是AR来支撑你的更高的智能化 这是一个编程的规则 否则是我们没办法应对 这个大量的清洁能源的电网发电的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能源公共联网 与公共联网融合并电我介绍的当中呢 我们是夸借了 除了我电网公司制裁以外的 我主要跟工业企业并介绍去融合 那这个理念呢就是建筑工业里面 它相对来说他们的标准化程度 可能没有将我们国家电网公司那么的好 那这样呢会带我们这样的项目 前面我就叫到有三个栏跨系统的融合栏 然后跨专业的制设沉淀栏 这呢就是数据的就是刚才我不是讲的清洗啦 标准化这个里面的栏各种下意 这个里面是我们这个平台开发当中一个难点 如果将我公网公司内部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本来有一个数据化布的统一数据模型的 但是跨领了以后 我们这个里面呢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的一些前行工作 一旦跨过这个节点 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啦 都可以很好的为这个AR的软件 去让它提高的效率 记得一些人工这个重复的 盘促的一个工作量 这是我觉得 所以我们是一个提供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结束一些通用性的一个问题 当着这些问题 我们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工程实践 证明可以这么走 那大家都可以跑到这个平地上的应用 是这样的 李博士和王庆博士有没有补充一下的 那我简单说一下吧 就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近一段时间 特别火这个大摩西 然后我们统计了一下 中国境内 就是目前就是有79家公司 在做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工作 增长速度非常快 大模型呢 它首先它是从模型过来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 我这边的见解呢 就是大模型呢 尽可能的还是要做行业的大模型 现在就是像盘古啊 华为的盘古啊 还有百度也有一些大模型 然后百度的是 它那个是也是就是基于那个 语意的那个大模型 盘古的要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我们公司呢 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想做的通用大模型 不做通用大模型 我们想做的是叫行业的科学数据工程模型 这个行业科学数据工程模型呢 实际上它就是在这个特定的这个计算资源 特定的这个运行流程 然后特定的服务流程 还有特定的这个时空雕石 在这样一个基础和背景之下 它开发的一种模型 它是就是针对于特定的这个行业 然后构建这种行业的这个科学数据工程大模型呢 它我们认为就是它 首先它需要三个这个先决的条件 一个就是这个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 因为这个模型行业的模型 它这个复杂程度已经就是完全就是比这个通用模型要复杂的多 所以一定要有强大的这个算力作为这个支撑 另外呢就是模型的训练 模型的训练一定要是在大量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基础上 海量的这个数据基础上进行一个一个开发 所以这个从这个怎么样获取这个大量的数据呢 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这个泛在物联网感知 一定要在泛在物联网感知这个 在这个基础上做这个人工智能 然后开发通过这个机器学习也好 生动学习也好 然后训练这个模型 第三个呢就是依托这个一定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这样一个标识 这样它这个数据才有每一个数据才有它特定的这样一个标签 才有它一个才能构成一个比较科学的这样一个架构 这样的话就是呃开发出来这个数据工程这个大莫习 我觉得对行业呃才可以更好的这个赋能 黄秦博士要不最后要把话筒机给您来收场 我我我最后我也分享一点吧 这样我们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啊 呃首先呃从这个 AI其实不是咱们这个行业引领的 它其实是计算机行业引领的 那我们都都是作为跟随者 那呃我们其实在AI的原创性方面就是它的算法呀 这方面不是我们的强项啊 我们呃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学术论文以及我们的应用 都是人家的算法都都弄好了啊 你只是拿过来用一下 那你们这个领域用一下啊 这个是优势也是劣势 就是我们我们这个原创性的东西呢 是别人都把它录已经走好了 我们来只是拿过来用一下 那我们独特的地方是我们这个能源 这个或者交通这两个行业的壁垒比较高 你你你其他搞计算机的 你想搞这个 你可能没有相关的背景啊 就呃 那我们就是把人家的这这些AI的这些模型啊 这些算法拿过来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它是我们的工具 呃就举一个例子 就就比如说我之前工作的这个叫美国电科院啊 他呃也在建一个AI方面的数据库 我们知道这个李飞飞李飞飞搞的 他的成名作就是那个叫ImageNet 他是搞了一个通用的这个不变的数据库 那那就是比如说这个数据库里面 有什么房子呀人呢动物呀 他他很多呢都能识别出来 但他没有专业的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力系统 哪个是变压器啊 变压器上的绝缘子 哪个是这个输电线啊 这个他没有 那我们电科院呢就说我们要搞一个我们电力行业的这个ImageNet 呃要通过呃 剑拍很多照片啊 通过人工的这个标注啊 然后把它甚至可以呃 一开始是给这个member啊 我们的member有那以后面可能会开源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你像李飞飞那些人做不了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行业的这个背景 那那啊我们这个电力行业呢就 作为一个跟随者吧 把这个他们的思路方法模型用过来 解决我们自己行业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啊 啊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AI呢是的对电力行业呢 这个古老的学科呢 或者交通行业吧 是一个机会啊 我们以前有很多的问题啊 是比较难以解决的 那我们现在 呃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借鉴过来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其实是有有很多的机会啊 基本上我看到的最近写文章啊 生项目啊做做创业啊 基本上就是把以前的问题冲一下做一遍啊 就是用AI的方法冲一下做一遍 这个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机会 其实是机会是呃是有是有很多的啊 啊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那我就讲这么多吧 那接下来就请那个张晓峰会长总结一下 呃大家好啊 今天这个讨论和这个讲座呢 都是非常的精彩哈 呃我们这次非常荣幸哈 请到四位嘉宾哈 大家都是各有千秋哈 在不同的太阳能呢 或者交通啊 或者是呃电网啊等等各种领域哈 做出了这个非常呃非常好的这个从用这个AI哈 做了很多精彩的工作呃 呃我想今天来总结一下呢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在美国的加州旧金山 也就是美国的硅谷哈哈 因此呢这里大家知道哈 像搞这个人工智能 呃 AI这个呢最出名的哈 就是微软啊 谷歌呀 都是在这里是吧 呃 因此这个算法 大家说起来好像AI是有计算机是一个 主导是吧 它的发展 呃 造成了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呢 代替一些人工的工作 把人从这个繁琐的工作里面解脱出来 做更有创造性的哈 更高端的一些工作 这实际上是这么个意思 因此呢大家好像不应该紧张 那个如果是你做重复性的工作 可能就会被替代掉 但是呢 如果你说创造性的工作哈 那就应该是还有 更你有了这个工具呢 会做得更好 当然我想也提掉 就是说这个硅谷是什么呢 要这个AI的这些东西的算法 它没有半导体的支撑 它是不可能的 你像英伟达呀等等 我们这个 硅谷的这些半导体公司哈 你要搞一个大模型 要多少个这个 那个英伟达的那个GPU是吧 它没有这个半导体做的这么好的时候 你这个AI也做不出来 它实际上呢 还是这个硅谷的 这个基础 才把计算机能推上来哈 就跟原来我记得 比如说我在中国电科院做研究 那个计算机那么大个像个箱子一样是吧 那会儿那个硬件软件都不行 因此我们就只能算一个很小的模型是吧 就就 现在呢就说计算机可能用一个小的这个 PC哈就可以用了 甚至就说我们从 这个半导体的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 让大家有更先进的这个 当然呢 今天这个会议呢 我也想是 就说有两个希望吧 就是一个呢 我们大家都是有很多公司哈 有青年才俊 也有这个经验丰富的是吧 企业家 我们呢将来呢 更加要增强这个合作哈 就说合作呢 就是我们可以有项目可以合作哈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说经费上的支持哈 我们全球力量发展联盟呢 是一个 这个非盈利机构哈 我们有很多志愿者 志愿者呢 就是还有这个青年人的培养呢 是需要给一些机会的 如果你们的企业哈 就是说如果说哎 你可以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些 这些学生呢 或者做一个英特儿啊 或者是 做一些人 哪一些工作可以让我们这个青年部的来承担呢 等等哈 就是说各种合作的形式哈 第二个呢 我就是说我们这个 继续这个招聘我们的志愿者 大家看到搞这么一个活动呢 我们后边有大量的志愿者 他们虽然没有在这个屏幕上出来是吧 从开始准备哈 各种各样的工作 连那个今天直播哈 像那个爱奇啊 还有很多人是吧 每一个工作呢都是 我们是希望搞得更多哈 这个活动 但是呢 由于这个这个人力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限制啊 我们好像今年的次数是减少了 希望以后呢 我们就是在搞线下活动的同时呢 继续把这个线上讲座办起来哈 办得更好 嗯 那我就讲到这里 那个 那个王开月你来了 是吧 嗯 OK 就说 哎哎 这个AI呢 实际上除了电力能源哈 在医学上面 我看了有好多 呃 那个那个王开月呢 是搞这个医疗卫生的哈 我们这个绿学发展联盟呢 除了能源 我们还有一块哈 那就健康啊 医疗健康 因此呢 我请这个开月呢 给大家见见面也讲一下 哦 嗯 行 呃 刚才听了大家讲的都非常好哈 这个 啊 AI呢 在那个 其实在计算机方面 就是大数据 你们刚才讲的 就是最先开始的 那么近年来才开始 在那个医疗行业方面 呃 那个呃 开始展露头角吧 啊 我们这里边的那个 主要是呢 呃 这个医疗的新药的开发 是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呢 需要呃 很大量的动物实验 那么 为了减少这些动物实验 那么现在呢 首先那个 我们在那个 screening那个药的时候呢 呃 先用这个大数据 呃 先用AI 这些方面来 啊 去取代以前的人为的去 呃 筛选 那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那个 呃 就是说动物啊 这些 当然可能还不能完全取代 现在还是早期阶段 那么但是呢 呃 已经非常啊 可行的那些啊 公司 比如说 那个 in silica 呃 这个公司呢 成立以后呢 呃 目前也做了很多的那个 就是license out 啊 啊 筛出来 呃 非常有希望的一些 很好的那个化合物 啊 目前呢 就是 他们在那个 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公司 可以呃 筛选这个药的时间 大大的缩短了 所以以后呢 我们是希望 这个AI呢 在医学和健康行业 更多的发挥它的作用 啊 那么这在我们这个药物的研发和那个开发过程中 呃 能够缩短我们的时间和缩短那个大量的人力呃 呃 这个呃 开发时间吧 所以呢 目前呢 我们在医疗行业呢 呃 已经开始呃 逐渐引进AI了 尤其是在医疗器件方面也有 呃 比如说达芬奇这些手术器件 呃 以前呢 就用人工来做的时候呢 呃 你可能不会像计算机那么精确 那现在的那个呃 手术的这个呃 达芬奇的这种手术刀啊 或者呃 医生和那个呃 器件啊 这个呃 的配合啊 已经在医疗行业 已经说用的挺多的了 呃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呃 在这个健康方面呢 呃 也是以后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呃 就是非常大的前景 呃 这个就是我就是觉得 嗯 这样讲一下 呃 谢谢开月啊 就说呃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 就是已经很晚了 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此结束 呃 然后下边呢 就是国庆中秋双节哈 啊 也希望这个就是大家呢 这个节日快乐 呃 像我呢 是应该十月份呢 要到中国哈 国庆节之后 呃 也希望跟在国内的朋友呢 能够在线下咱们相见 好祝大家节日快乐 呃 我们那个拍一个照 你们谁来弄这个屏幕 做个截图好吗 呃 那我来吧 那你来吧 哎 大家smile 好 再来一张 one two three 好 好 好 再见 节日快乐啊 谢谢大家啊 今天都讲得非常好 哎 好 再见 谢谢阿 谢谢大家